欢迎来到我的新一集solo trip vlog 这一次的夏威夷之旅是要圆我一个一直想要看魔鬼鱼的梦 在夏威夷租上一台吉普软顶的敞篷车 然后开始我的欢道游是不是让人很期待 在机场坐好了车后我便直接去了酒店 这里的原住民热情好渴 喜欢分享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在酒店稍作休息之后 我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感受海盗带给我的平静跟自由感啦 不需要自己动手的时候还真不知道 软顶虽然帅但是出门停车真的是有一点麻烦 车开敞篷的时候帅是帅 只是你停车的时候开关开关好麻烦 我要从前排爬到后排 这软顶真的还是蛮好用的 但是就是不要每天开 找到了一个豪龙露露开日落很棒的地方 我喜欢找个地方就这么安静的坐着 观察着身边人来人往的人群 下位移我不是第一次来了 但是每一次来都会让我很放松 就是安安静静的听着海浪声 然后看着日落 周围也没有很多的人 会整个会感觉很舒服 这里人都好臭啊 就是拿一个小吊床往树上一借 然后在这边放着当着这个日落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哇 这里有个人好臭啊 一个人的旅行正是让我们有机会独自探索 体验和享受世界的好机会 可以自由选择去哪里 尝试什么 可以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和本地人交流 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 夏威夷真的是我理想中 要是想要生活的味道 我觉得这里每天开车 心情都很好啊 早啊 早啊 今天的一天从学习冲浪开始 我有报一个冲浪的课程 然后在Wakiki Beach这边 有一个trainer会带我上90分钟的课 然后我预约的早上 哇 这个天气好舒服 没有很冷 希望这里下水也不冷 那等一下就要开始我的冲浪课程 好期待 点了个咖啡 点了个赖三池包 点了一个 海门鸡蛋糕 而且这个感觉是麦克菲的 你猜多少钱 这个海门鸡蛋糕 8块 这个咖啡7块 3池包13 我觉得夏威夷的消费真的是比较高 多半是冲这个view来付钱的 在夏威夷冲浪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运动 也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那么Wakiki Beach一定是新手最友善的冲浪地点 海水的温度跟加州比不要太感人 是不是还会有小海龟的陪伴 Micky这个在小红书上很活跃的冲浪教练 应该是唯一一个可以带着学生一起冲浪的教练了吧 他跟大海的融合应该是达到了一个级别 可以一手扶着我 一手拿着GoPro给我录像 脚还在我的板头给我压住 帮我控制平衡 我想他应该是用尽了他身上可以用的每一块鸡肉 来协助我能够更好的冲浪来吧 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好 surfing也不会冷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我之前在LA学冲浪的时候 快把我冻到不行 教练还买了咖啡给我 真的是很nice yay我可以站起来 我第一次的surfing class我没有办法站起来 然后今天一切都很好 这个教练很可爱 这个教练他自己在小红书上也有账号 然后他说是周冬雨教他玩小红书的 然后他之前有教过周冬雨啊 然后他说还有全燕西也找他上过课啊 surfing is the season that wakes me alive and fall is the season 然后他之前有教过周冬雨啊 我感觉我这条旧仔裤不行 因为我这条旧仔裤有一点长 因为我本来没有打算来走这个trail的 ok 我不要躲最后一个 至少我要知道我后面还有人 刚刚还觉得会冷 我现在觉得我带的那件衣服就是一个累赘 好热 带娃的 被挖了 后来走了 我不能放弃 我要坚持 日午得 加快步伐了 要不然 我下来的时候就天黑了 这两个人穿拖鞋怎么可以 走那么快 我已经看不到人了 吃水 我要快吃 你能帮我拍一张照片吗 是 是 确实 一 二 三 三 三 应该是鸟叫吧 有一棵大树 它好神奇啊 好 hike结束 今天圆满 因为天要黑了 所以 好可怕的 鸟叫声 独自旅行当然也有自己一个人害怕的时候 不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 学会独立面对不依赖其他人 来了一家小红书推荐的 日本烧鸟店 嗨 你还有一个职业店吗 不 但是 只是自己 你还有一个 酒店吗 我看到那家店 只有职业店 所以今天没有办法 我订了另外一个 要八点 所以说我现在 准备去逛一家街 反正我也不大饿 然后 去看看吧 好夸张啊 我已经排了快二十分钟了 孩子 等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想逛一家店而已 而且 今天才礼拜二 为什么那么多人 这个玉米好像是这里 最受欢迎的一道菜 因为每一位主动人 这么多人 店里的小姐姐给我推荐的牛蛇 她说这是这里 最popular的一道菜 我的餐都上齐了 好 秋葵 蘑菇 玉米 牛蛇跟牛排 看起来我点的有点多 好 好 蘑菇 玉米真的很好吃 嗯 好 这一盘是迷你我又出来了 我可以做的 你會做的 你會做的 你會做的